哈喽大家好 相信许多朋友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到了美国的超市中 总是对琳琅满目的牛肉柜台不知所措 各种名称的牛排 炖肉 真不知道如何选购 今天我就来讲一讲牛肉 您听后 定会豁然开朗 收获肥浅的 我们来看一头牛啊 从牛舌 肩胛部的肉 牛肋骨部分的肉 里肌肉等等 可以分成十多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肩胛部分的肉 因为牛啊的肩膀 它是经常运动的地方 所以肉质较老 肉比较硬 里边的筋也比较多 还有大块的脂肪 因此呢 相对来说物美价廉 它适用于炖煮牛肉 我们的炖牛肉通常都用它 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用慢锅 或者高压锅来炖牛肉 炖的时候呢 是这样的 我们先倒一点点油在锅里 然后呢 我们要擦干牛肉的水分 用多来几张 厨房用纸巾 折叠在一起 然后把牛肉擦干 再反过来 用另一面 再擦干 这样反复数次 直到把牛肉的水分 基本擦干为止 好 我们呢 下一步是来要撒蒜粉 您在超市里都可以买得到 均匀的撒在 上面这一面 多撒一些 然后撒很少的一点盐 接着呢 我们再撒很多的黑胡椒粉 黑胡椒粉要比较多 大家看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您把撒粉的这一面 放入锅中来煎 然后上面这一面呢 我们再撒上蒜粉和黑胡椒粉 和少许一点盐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要转成 把火源转成 中火或中小火 这样来煎 它不会糊锅 煎至三分钟 每一面都要煎至三分钟 我们煎牛肉这一步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它才会使得我们炖出来的牛肉 特别的鲜嫩多汁 而且非常的完整 我们炖好以后 再切开它 您会看到意想不到的 这种鲜嫩多汁的效果 煎到这种略有焦酥的效果之后 我们再用慢锅或者高压锅炖煮 出来就是这种状态 非常的鲜嫩多汁 具体的炖法 大家可以去参考我的 慢锅炖牛肉这一期视频 那么市场上还有这种 已经切好块的牛煎肉 在做这种牛肉的时候 先要点火做锅烧开水 水烧开之后 要开水来焯牛肉 盖上锅盖煮到水沸腾 然后再打开锅盖 煮一分钟 开盖煮一分钟 之后才真正的把它的血沫去除了 这时候把它转移到高压锅当中 放一些八角 一些花椒 放几颗葱 多放几颗更好吃 加几大片姜 淋一圈料酒 加一圈生抽 可以稍微多加一点 因为就不用放盐了 再加上老抽 老抽呢 它主要就是上色 然后我们再加上提鲜的蚝油 最重要的是要加甜面酱 这一点很重要 然后呢提味我们要加一勺 红糖 再加几粒黑胡椒粒 完整的黑胡椒粒 接着呢我们放几瓣蒜 没有蒜可以加一点蒜粉 然后特别重要的一步就是烧开水 开水烧开之后倒入千万不要倒多 刚刚和肉齐平就可以了 因为是开水呢 您盖高压锅盖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 盖好锅盖 压好高压锅盘 大火上气 大约五分钟吧 就能够自气啊 就能上气了 上气之后 然后大气保持这个大火12分钟 通常情况下肉就非常的烂了 软烂了 这个高压锅工作期间呢 我们就可以切蔬菜 一般来说我们都通常用的是土豆和胡萝卜 把土豆和胡萝卜都切成滚刀块 切好之后呢 洗一洗 这时候高压锅关火之后等待 大最长20分钟就可以打开锅盖了 打开锅盖以后 我们用另一个高的深的煮锅啊 然后呢倒一些橄榄油 油温之后我们来炒胡萝卜 大家知道胡萝卜要煸炒两分钟 它和油脂在一起 才能够真正释放出胡萝卜素啊 煸到焦黄之后再放土豆 然后土豆也要煸至焦黄 再把高压锅内 您已经煮好的牛肉放进去 连汤汁都加进去 啊汤汁也全部都添加进去 大火把汤汁烧开 当开锅以后 稍微搅动一下 再盖上盖子 盖上盖子呢 我们就可以中火或中小火炖到土豆软糯 啊土豆软糯就可以了 这时候土豆又焦酥又软糯 这时候呢汤汁就会减少了很多 所以我们最后一步来勾一点芡 使得汤汁变得浓稠 勾芡之后立刻关火 稍微搅动几下 就可以盛出来了 那真是酱香浓郁 入口即化 软糯多汁啊 好刚才我们讲的呢 是炖煮用的牛煎肉 下面呢我们来学习 肩膀部分的牛排 肩膀部分的牛排呢 分这个shoulder steak 就是肩膀的牛排 这种牛排比较经济 比较便宜 在牛排当中属于比较便宜的一部分了 另外一个呢 它叫肩胛部的内眼牛排 这个牛排虽然看着好看 但是比较硬 看着漂亮 煎出来看着也很漂亮 但是并不是很好吃 肩膀部分呢 除了比较精细实惠的牛排之外 就是牛角肉馅了 这是我们在超市当中 经常会看到的牛角肉 也就是牛肉馅 这种85%瘦肉 或90%瘦肉的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肩膀部分的肉 也比较好吃 而且特别适用于我们做包子呀 做意大利面呢 包包子的时候呢 我们在牛角肉馅当中 加入料酒 生抽 蚝油 如果有味淋 最好加一点味淋更好 香油 加这些佐料就可以了 然后充分的把它搅拌 搅拌直到上劲 大概三分钟左右吧 您要使劲的搅拌啊 搅拌越多越好吃 然后搁两颗香葱 把香葱呢 从中间滑几下 然后切成小碎末 放入馅当中 再充分的搅拌搅拌 然后把胡萝卜插成丝 插成细丝后呢 也放入牛肉搅馅当中 然后呢 再充分的搅拌 搅上劲之后 我们就可以包包子了 把 您可以参看我的面包机货面 面包机货这个发面 非常快 手都不用动面就可以 不用没有揉面的这个过程 非常简单 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 擀成小剂子 稍微厚一点皮 然后就可以包了 大家看我 包好之后 不用醒发 立刻就可以上锅蒸 只不过呢 我们要注意是 要湿布 湿的手绢就可以 是牛肉啊 应该稍微长一点时间 所以最好是 温水做锅 最好 蒸18分钟到20分钟 蒸完之后呢 等5分钟再打开锅盖 您看 这用牛的肩膀部的绞肉 做出来的牛肉胡萝卜包子 多香啊 美国人最喜欢吃的 就是意大利面 只需要准备半个洋葱 两三瓣蒜 半个灯笼椒 一盒意大利面就可以了 做意大利面时炒牛肉馅啊 请千万不要放油 肉馅直接放入炒锅当中 用铲子铲碎 成为肉末 如果您买的比较肥的肉馅啊 会出现比较多的油和水 请您在炒熟牛肉馅的时候 把这个肉馅盛出来 然后把水和油全部倒掉不要 这样才不会长胖 再把炒好的牛肉末放回到锅中 然后加上辣椒丁 再加上洋葱丁 煸炒 煸炒到洋葱 微微变黄 微微酥黄的时候 这时候再加上意大利面酱 这意大利面的面酱放进去之后 再煸炒几下 然后我们再要加一个比较关键的东西 也就是范茄沙丝 会增加它的风味 然后再煸炒几下 意大利面的面酱就做好了 酱汁做好之后 我们就煮面 水开之后呢 下入您应放的这些面条 煮11分钟就好了 成了面再浇上酱 再淋上一些开炒 番茄沙丝 然后呢再撒上 通常呢吃的时候啊 都再撒上一些干的奶酪 这牛肉馅做的肉酱意面的美味酱汁 会让您流连忘返欲罢 不能啊 牛肉脚馅还能做美味的 美国孩子们都喜欢吃的意大利螺旋面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 牛的类脊部 它是牛背部前段的牛肉 因为这一部分的运动较少 所以肉质比较软嫩 而且油花也就是牛的脂肪分布的比较均匀 所以它属于第二级最佳的牛排料理 非常著名的就是泪眼牛排 它是在贴近脊梁这个地方 所以称之为泪 眼睛呢 它就很像 您看 很像一双眼睛的样子 这个牛排啊 泪眼牛排啊 它也叫沙朗牛排 它肉非常的嫩 而且有嚼劲 通常它中间呢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油脂 再加之一些大理石纹路的鸡尖脂肪 油煎或者烧烤之后啊 散发出的那种牛油的香味十分的美味 它是最受欢迎的大众牛排的部位 泪眼牛排呢 它分为薄片 切成薄片的泪眼牛排 还有厚片的泪眼牛排 这个厚片的泪眼牛排 不太容易煎得好啊 您特别需要注意 我们在煎牛排的时候呢 要选用铸铁锅 或者比较厚的那种不锈钢锅 而不要用不粘锅 最好不用不粘锅 因为它油温比较高 对身体很不利 煎牛排的油呢 我们要用烟点糕的米糠油 厄梨油和烹饪用的橄榄油 那么米糠油呢 它的烟点高达450华氏度 232摄氏度 还有它非常温和的这种风味 特别适用于高温的煎牛排 另外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就是烹饪用的橄榄油 它专门用于煎炸食物 还有就是这种厄梨油 我没有使用过 不太清楚 好了那么正确的煎牛排的方法呢 我总结了五点 首先呢就是一定要用多层的厨房用纸巾 彻底的擦干水分 其次就要撒一些蒜粉 如果是新手的话可以非常少量的撒 容易糊 再有是撒一点点盐 盐多会出水 盐少又不好吃 接着呢是撒一些黑胡椒粉 我的经验呢是每一面啊至少要煎两分钟 而且不要经常翻动 而且略带胶状 这样的状态才翻面 上色它才会出香味 下面呢向大家介绍的是肋骨肉排 非常适用于烤箱去烤制它 第三个呢是牛肋排 特别适用于烧烤或者是这种炖卤 非常好吃 好下边来学习腰部的牛肉 以里肌牛排为著称 它可以说是牛肉最嫩的部位 因为极其稀少珍贵 所以它非常的昂贵 还有就是最嫩的牛里肌肉 我画圆圈的这个部位 它炒菜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鲜嫩 我们在市场上呢 可以经常看到这种用里肌肉切成的超薄的牛肉片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韩国的炒牛肉 日本的寿喜烧 日语是月鲜嫩和我们中国的涮火锅 以及美国的牛肉 芝士三明治 都是超薄牛肉片的最好做法 好我们打开一包 您看这薄如禅沙的牛肉片 再配上BBQ酱 就是韩国的Bugogi酱 再切一些洋葱丝 把它完全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 最好腌一两个小时 然后点火做锅倒油 稍微多倒一点 冲丝的时候要一点一点的 每一次一点一点的放入 一边放就像煎一样 一边把它划开 一直煸炒 直到所有的牛肉 由原来的鲜红变得深中变颜色 变色之后自然就好了 韩式的炒牛肉浇在热米饭上 大家看它搭配米饭吃起来更加美味 日本的寿喜烧呢 我们要准备的是煎鱼高汤粉 这种煎鱼高汤粉 味淋两小勺 两勺的生抽 一勺料酒 还有一点红糖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再准备半个或者是一小个洋葱 把新鲜的蘑菇呢 洗干净 然后上边切成这种斜的十字花刀 大家看是这样的 接着呢 把白菜切成这样的大斜片 用做火锅的这种锅 然后融化黄油炒 薄牛肉片和洋葱丝 炒两分钟之后呢 加上一勺的红糖 最好是加红糖 然后呢 加两勺的味淋 再加一勺料酒 再加两勺生抽 最重要的就是加这种煎鱼高汤粉 一大勺 甚至于您可以加两勺 更好吃 然后呢 加两杯水 2 cup 加两杯水 稍微混合一下 把香菇 放进去 再找一个边缘 把白菜放进去 再 把粉丝放到边上 把葱 大葱 都来几颗放在边上 中间呢 放切好的豆腐 盖上盖 煮五分钟 期间打开锅盖 稍微翻动几下 尤其是把豆腐 尤其是把豆腐呢 尽量的把它 浸泡在这个汤汁里 煮一煮白菜都会塌陷下去 然后盖上锅盖 一共达到五分钟就可以 趁热就可以吃了 非常美味 好 我们还可以做成洋葱炒牛肉片 都是薄牛肉片的美食啊 在腰部的牛肉中还有非常著名的钉骨牛排 它既精瘦鲜嫩又嚼劲十足 是不可多得的好牛排 下面介绍一下牛胸男 男的意思就是腹部的意思 所以胸腹部分的肉啊 它非常有筋 有肉 又有油花 就是我们亚洲人都非常爱吃的牛腩 哎呀 炖牛腩是多香的一道菜呀 好了 还有就是牛腿肉 牛腿肉呢 经常我们用来做牛肉的脚馅 好了 还有非常多其他的部位 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向大家做一介绍了 衷心的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